為什麼要打赤腳上海呢? 我想體驗一下布農族以前的豬人 他們是怎麼赤腳走在這片土地上跟土地做靈體 字幕提供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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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蕭郎 那今天這一集是無霜溫泉夏 那我們先要去探開一個 有一個歷史文化的地方 那我們現在要過這個郡大溪 哇 非常的冷 好冰啊 快去啦 走了 走了 過了 你都到一半了 滿滿的水路腳印 那是腳印啊 快去看 好,我們終於上來了 剛才那個崩壁非常的危險 那現在呢,我們到這個地方 就是馬西塔龍舍了 你看這邊這個坪那麼大 這樣子一片耶,到這邊那邊耶 那我們要進入布魯了,你知道什麼嗎? 因為這邊有很多石板,有沒有看到? 開始要進入家屋的那個地方 那這邊整塊應該都是家屋 那我們等一下去尋找一下那個 住在所謂學校 那這邊有種一棵樹,有沒有看到?非常的漂亮 那這裡就有一些日治時期他們的一些 這是碗吧,這是盆 這個是以前的一堆 一些遺物 但這個東西呢 真的觀賞不能帶走 因為 可能會被詛咒 所以我們還是不要拿布魯的東西 它是在哪裡 好,好好的放在那 那我們現在去找一下那個 警備道路 這邊一個很厲害的一個道路 等一下介紹給大家看 你看 這邊這個家窩呢 算是比較大的家窩 那不知道是不是頭目的房子 因為通常頭目的那個房子會在部落的中心 然後 規模會比較大一點 那這邊 我們從一個地方可以判斷 你看這個瘦骨 這個瘦骨感覺放了好幾 放了很久 你看 好,那進去這個家窩呢 是不能 亂進去的 除了他們那個 後世的子孫有大鷹 那我們現在就在這個 他們 他們以前是一個平台的地方 這邊是家窩的路口 那這邊以前應該有鋪一個平台 那 以前老人家族人應該就是這樣子 然後看著對面的山領 沒看到 這個美景 最後在巴西彩虹色可以看得到 那這就是 家窩的範圍 然後從這邊走出來 那是路口 然後走出來這邊 然後這邊應該是一個大平台 可以走到這邊 然後遠看前面的俊大山群喔 哇 不知道為什麼每次來看這種歷史的遺跡 心裡都會滿滿的感動喔 覺得這些文物 這些家窩可以留到現在 是非常的 神奇 那也希望我們的族人 別忘記他們自己的家喔 在哪裡 然後 有時候 有能力有體力的年輕人 可以回家看看 然後整理一下這邊的環境喔 好 那我們繼續去參觀一下 不是參觀啦 繼續去看一下這邊 一些建築的遺跡喔 走吧 這邊有一間 比較完整的 一些這個建築 家窩的建築 這個是真的滿完整的 排得很密 它的路口應該是那邊啦 那裡那邊 那邊 那邊 然後他們 他們家屋的裡面啊 兩邊會擺那個火火 那 火火的原因是那個 第二人出去打獵的時候 那個火不能滅 所以家裡的那個 小孩子啊 跟那個 他的老婆 就要一直在生活 就是代表一個精神的象徵這樣 這個馬西塔龍社呢 它是這個無雙山山的 衝擊傘的上面喔 快靠近這個 郡大西這邊喔 那這個 馬西在 在這個布農族林呢 是三陰處 就是光照不到的地方喔 只有太陽升到上面 它才會照下來喔 那這個地方呢 方圓250公尺呢 都是部落的 家窩的這個 居住的範圍喔 那這邊呢 以前喔 日本的住在所 學校 那現在呢 我們就要去找這個學校 跟這個 一個非常厲害的 那個 警備道路喔 那我們去沿這個部落的外圍 能不能往上走 去看一下這個 呃 住在所啊 跟這個 那個他們的這個 住宿 那個 警備住宿的地方喔 看到哪裡喔 旁邊就是那個溪 那旁邊就是 剛剛講的那條溪喔 還這樣穿過來 那 如果這邊是 說上面是警備道的話 那以前這邊會有一個吊橋 因為這邊是一個 連過去的 然後到 往後就到 孫海橋裡面有一個 就是 有一個非常長的警備道 然後灌穿這邊好幾個部落喔 那我們現在去找這個 住在所 住在所 那 剛剛我的 朋友說 看到一隻水落 往上衝 啊 我就走在後面拍影片 來不及看到 希望我可以碰到一次 上一集有這個嘛 看到黑熊的 然後這集看到水落 然後我們再往上看一下 我們再往上看一下 好那我們現在去過河 去看一下河的對岸 啊 找下這個 住在所跟學校 這裡有石牆了 水 空起來的 這個 這個 有可能就是他們的宿舍 對啊 宿舍 那我們去找一下住在所吧 走 往前走 前面嗎 嗯 上面就這樣嗎 你看這邊還有這個 這裡 這一塊很大 要到那裡喔 不知道那個裡面 是不是學校喔 應該學校的龜門會比較大一點吧 這可能不是住在所 這可能不是住在所 我們去找住在所吧 感覺這個比較像學校 我們在這邊發現一個 類似 呃 呃 樓梯的這個造型 但是 我們那時候一直以為是水泥切的 或是木頭切的 你看這個 這個樓梯是用石板砌上去的耶 是不是很神奇 你看 漆上去了 太屌了吧 在這個部落中間呢 有一個日子鞋蓋一個道路 叫做中枝縣井貝道 那這個井貝道呢 是從關高 是嘉年端這一端 這邊呢 沿這個郡大溪 而主喔 那這個全場是總共是67公里 然後又稱之 又稱駿大 井貝道 喔 那是藉由這個關門古道 到這個 巴東方玉尼古道之間 一個非常重要的道路喔 那當年的 陸野忠雄呢 也是用這個道路呢 在這個山區這邊 穿梭自如喔 那這個 呃 中枝縣井貝道呢 它 喔 是貫穿了 單舍 卵舍 跟郡舍 的一個部落的一個道路喔 那 當年呢 就可以騎馬 或是比較方便的管理這些人 這邊的 部落族人喔 那這個 後方呢 這個就是 住在所的入口 哇 看看時間 果然是 日本的Style 這個裡面呢 就是住在所啦 這邊一區 呦 這塊就是住在所 咦 我們該是不是有經過啊 我們要從哪裡過去啊 對啊 那那邊應該就是學校了 剛剛不是從那學校了 那 住在所在這裡喔 這邊 那邊可能是吊橋 它這樣切 把它通到對面那邊 這樣就不用過河了 那我們再往上走吧 好 沒有走到沒有關係啊 我們就下車好了 好 請問第一次爬山 呃 來到這個家屋 有什麼感覺 就第一次覺得很有走在歷史裡面的感覺 嗯 就從 原住民到日治時代 來到現在變成 大自然 就回歸大自然 這樣子 而且看到的是水路 嗯 覺得是 可能這個土地就是大家的家 這樣 嗯 很會講 很會講 之後還補一個很會講 對啊 對啊 最完整的就是 原住民的家屋 保留著最完整 沒有尋找到 可能因為它不是屬於這裡的 所以我們來看的時候 就不會發現到它 喔 那 拍這個影片 希望大家可以更認識一下 布農族的文化歷史啊 跟台灣原住民的文化歷史 然後 跟這個日治時代的一些交錯 好 那 也希望大家 進到部落的時候 請保持一個前置的心態 不要太到家屋裡面 因為那裡面都有住祖先喔 所以 希望大家不要 尊重一下我們原住民的文化這樣 那在爬山的時候 看到類似這種家屋的話 就不要進去裡面 我先我先 沒關係 喔 驚心動魄的路喔 決定喔 怎麼用物喔 這個 哇 哇 這陸古道嗎 有有有 啊 那我們終於找到這個中資縣警備道了 就是這裡 這個道路非常的平坦 非常的平坦 那這就是以前日本人管理這個這邊部落主人一個非常的重要的道路 是連接這個關門古道跟這個八重院里古道一個非常重要的連接道路 那我們剛剛從那個橋壁這邊一直沿過來 這邊都是中資縣警備道 被我們找到啦 它就非常的平坦 一直往裡面延伸 一直往那邊延伸 那我們就從這邊等一下去找下起口回到我們的無雙溫泉 我們繼續往前走吧